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來開箱一個很酷的東西 就是由小叔跟捷運站合作推出的 迷你辦公室 個人電話亭 外觀上看上去真的很容易讓人誤會 尤其門上還寫著大大的電話亭三個字 由於今天是推出的第二天 很多路過的人們都會停下腳步多看他幾眼 甚至在拍攝的過程中 還有伯伯看了很久之後 跑來問我說這是什麼東西 他還以為是打電話的 使用方法還算簡單 掃描QR Code到網站上預約時間還有付款就可以了 不過有點小麻煩的是 第一次使用的話要註冊小叔的會員 最少租一小時 那一小時是100元 接著來看看內部 打開門之後發現空間真的有點小 以我當比例齒 基本上只有進去坐摺的空間 連要在裡面彎腰或者是蹲下 都是一件難事 那附有一張壁桌 一張椅子 還有一台小電風扇 不過插座給的倒是蠻齊全的 有兩個三頭的插座 和兩個USB的插座 桌面以iPhone還有A4 來當比例齒的話不算大 差不多一公尺寬 感覺放一台筆電和滑鼠就差不多了 進來後接著往上看 咦? 竟然有一顆超大的監視器 是不是想壞壞? 不可以色色 重點是也讓原本贏過咖啡廳的優點 隱私性 瞬間消失 燈光方面個人覺得有一點點昏暗 長時間待在裡面的話會有點憂鬱 壓迫的感覺 門的上邊和下邊都是密合的沒有留縫 那靠近門的上方有三排 非常不會涼的空調 只有些許的涼風 輸出全靠這台小風扇 在裡面待個15分鐘 絕對滿身大汗 站在門外約一公尺處 我用iPhone把聲音放到最大聲 嗯...個人覺得 隔音的部分不是太好 如果你在講八卦的話 可能要小心一些喔 最後實測一下能不能在裡面 鍍姑小睡一下 我的身高168公分 把椅子頂到最後面之後往前趴 也很難完全伸直放鬆身體 會覺得有一點卡卡的 感覺超過175的人這樣睡 不用10分鐘就腳麻了 重點是還很熱 總結來說 一小時要價100元 選擇的時間也必須要 每個整點或者是30分去做預約 個人覺得CP值實在不太高 我會選擇去咖啡廳點杯咖啡 吹冷氣 你呢? 還沒有 我可以了嗎 我可以了嗎 我可以了嗎